十二十四 看这个酒精 还没全消去 感觉脸还是一个肿状态 自己做你也不可活呀 昨天去那个 一个大街咖啡窝 说过他 然后 在家被老婆骂了一小时 去被大姐又说了一顿 癌症患者 不能喝酒 我又是又深刻的反省了一下 反省之后呢 就是还是借酒吧 以前还可以自己留点口音 因为我有点想喝 你看我这个状态 我录这么长时间视频了 我喝醉多少次了 十次有没有 本来说在家里边喝吧 以后出去不喝了 快拉倒吧 哪也别喝了吧 喝什么喝 今天 今天 在家里边晃了一天 早上送我儿子出去 又差点撞了一个人 有人过马路 红川马路 拖了个大箱子 闷人头就往前走 当然我也有问题 我没有停下车 让他 想rocket 然后 他不吃闪呀 他这门头还是往前冲 我杀了一下车 吓他一下 然后 吓我自己一下 最后 什么 你说我撞了他了 这不就有事干了 这样说是不是很不善良 说话不能写字 说话写字写得很乱 看 我一开始还看了一个那个 当时是在哪个地方呢 虎牙是吧 直播的 北京一个有人在写地儿 受阴气 今天在那个 大学群里面 大学群 人都是不少 说话都没有 今天有人发了一个 说清大一个老师 他不叫老师 他叫职员工 肯定不是老师 也说不定 做员 昨天不公祭日吗 在那逼一逼 说什么 说参拜经过神社 意思是这个不是什么大事 是吧 什么玩意儿 嘴上长床了 他都不就自己作死 他都不就自己作死 什么时候 也不能说 搞起他卖经过神社 不是个大事儿吧 这人啊 就为了 雨不惊人 死不休 雨惊人 终于才可以死了 安心死了 所以我录视频 是不是 都是在一个自嘲自醒的状态下 老人好像也说了很多这种 有点那些坏话 今天又看一段是什么张大千啊 齐白石 什么张大千 他说画了一个 一个禅 头朝下的 什么齐白石 什么的 很委婉的点他一下 什么的 我记得以前 说齐白石是看不上张大千的 不是因为他画的问题 可能画的也挺好的吧 咱也不懂 就是人品不好 我以前也说过很 以前看书上 张大千的一些为人 不咋地 跟那个比加索有点拼 渣男 这几天 没怎么看书 我视频都听了一点 韩刚 华东 华东 什么大学 有一个老师讲 讲文革 讲毛主席 还有几段是录音啊 视频什么的 我发现其实人的这种知识面也就那么大 他有很多东西就是不在不听的地方重复的讲 你说老师是不是他习惯了 就是讲重复的事每天 我每一段时间就逼逼一顿 所以说了他们自然 为首属耳 是吧 好 昨天给那个大姐聊 那个干民宿的事 大姐很严肃的告诉我我干不了 确实是干不了 有一个问题 我忽视了 或者说我想简单了 民宿是一个服务型行业 是吧 像我这样如果去我自己看着的话 晚上那些人 喝完了酒 我得给他收拾呀 这住民宿的不都是喝到半夜啊 那我 怎么办 你干到干到十二点一点 然后给他收拾完了再睡觉 早上起来的六点七点的起来给他做做做早饭 我睡眠不行 睡不好觉的话我啥也干不了 作为我们研究了一下 看能不能搞剧本啥 这个眼两个眼好像 小绿豆芽 王八绿豆芽 最近也不带运动 好久不带了 不上健身房了 上个一般几 一般又去上健身房了 那里边五 那我里边天一喝点酒 嗯 都半个月了 说啥也没用啊 借酒吧 这个墨真不错 这当初才日本的那个耐量 古美元 带一样写啊 某块钱一瓶 这个多少钱一瓶 四五十一瓶 你去便吧 味道好一点 又不吃 这玩意倒着我 八分钟 行了吧 没什么好帅的 如果自己过瘾 是吧 比如说这个民宿就是 如果那样的话 就违反我 我生存的初衷了 我也活不下去那样 所以还是要看看想办法 改善一下 搞个剧本杀电 沉浸室 这边有点险 靠里靠里